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今期東周刊的封面報道 揭露了黃之鋒私人生活的秘聞 封面標題就是 黃之鋒拖女五星級酒店爆訪22小時 小標題就是 眾志山當資金去向被質疑 消費手足 自己騷擾 臨小的網民看完這篇報道以後 都覺得不外如是 反應都挺冷淡的 有些人反過來對於這份報導 冷周熱鳳 究竟是為什麼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雜誌封面就以大致標題 聚焦了在黃之鋒拖女爆訪這件事上 但是不少網民都認為 這些人之常情 實情 黃之鋒是20多歲人 拖著那個女生也是20多歲 而且男未婚女未嫁 實情就算做出這些行為又如何呢 隨著社會的風氣日漸開放 加陣市的香港人 對於政治人物的道德規範 就已經比起舊底 放寬了很多 一般的香港人就只會檢視 到底這個政治人物 他從政期間 有沒有做到一些實際的成績 而不是去檢視一下他到底的私人生活是怎樣呢 又或者是他拖女生去做些什麼呢 除非他所拖的這個女生 是未滿16歲的 當然就已經是一個大新聞 可以報警 但是這個明顯是超過16歲的 又或者 喂 原來這個 女生他是 已婚人士來的 是有夫之婦來的 那又不同的說法 但是很明顯這個是未結婚的 如果這個是結婚的 報道一早就已經是寫了出來 很明顯是未婚的 所以就算是黃之鋒走去爆訪也好 其實都引不起多少網民的興趣 討論也不可以說是很熱烈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東西實在是太過普通 就算說他怎樣當眾攬石也好 這些都已經是很普通的東西 除非你說 這個報道 是在1980年的時候登出來的 當然就會控動 但是現在已經2020年了 換了人間 是不是 還有的就是 報道裡面 試圖將這件事件 和香港眾志解散了之後 資金去向的議題來扣連 但是 明顯地在社交平台也好 討論區也好 除了藍絲之外 一般的網民明顯地是不受落的 就覺得這些東西是不是有點牽強 究竟有沒有一個確實的證據 可以證明得到黃之鋒真是 挪用了那些公款 來做這些行為 如果是有的 我相信那些左寶一早就已經大字標題 登出來 就不需要借助說他拖女爆訪這件事 而引申出來說的一個議題 其實從政人士並不是要封聖的 我相信 隨著那個時代的演進 市民對於 這些從政人士的私生活的興趣 只會越來越低 若然對於這些的興趣越來越高 就在開倒車走回頭 如果揭露到一個政客 他發生了婚外情的行為 又或者是一些戀童的行為 當然基於公眾利益的角度 應該是播放出來的 但是如果純粹是一個年輕人和一個年輕人 走去什麼 爆訪 這些實在是太過 普通太過無聊的事情 隨時有些市民就會認為 黃之鋒這個年紀本來就是應該要做這些事情 為什麼會變成由他去從政 就是因為這個時代太難 時局太難 怎麼會這個單止是在他的身上 有些市民真的會這樣想 所以 其實這些報導 究竟對黃之鋒的傷害是有多少呢 我覺得是很有限的 可能對於藍絲來說 他們就大講特講 他走去爆訪 但是對於黃絲的角度來說 或者對於本土派也好 什麼都好 這些事情 分分鐘還會感到慚愧 是不是 為什麼 就是因為大人的不作為 或者是大人 爭取不到 應該有的民主自由等等 變成由他出來爭取 現在他被人跟 就是這樣 接下來就講講教師釘牌的問題 這次 開埠之後是不是第一次 我不知道 但是97之後 一定是第一次 這個標誌著什麼呢 就是何君堯口中的三座大山論 正在進行當中 是真實的 何君堯都說這個是共識 所以哪有騙人 反而建制派自己有點不認 何君堯說 整頓的三座大山 哪三座大山 就是司法界 教育界 和社福界 現在就先動教育界 好了 九龍堂酸道小學的一名教師 就被教育局說他設計的校本教案 教學材料和工作址 有計劃散播港獨信息 故此就要取消教師的註冊 其實 這個取消教師註冊 就是釘牌 對於一個教育工作者來說 就是極型 為什麼呢 因為 一個做教師出身 可能他本身讀的學位 就是叫做教育學士 可能在教育大學那時候讀 畢業 他出來 唯一對應的工種 就是教師 一般拿著這個學位 就不會找別的工 又或者他本身不是這個學位 但是走了去讀教育文憑 問題就是 當你教育工程去釘牌的時候 他根本就不能再在教育界中立足 這位被釘牌的教師 恐怕都要被迫轉業 教育局所說的官方原因就是 但是 我在網上又看到另一個版本 就宣稱有知情教師爆料 說這件事件 別有內情 我們姑且看看這個版本是怎麼說的 有知情老師就爆料 說涉事被釘牌的這位教師 在2019年根本就沒有任教涉事的所謂生活教育科 而這位下被釘牌的教師是熟悉時事的 受到同事的邀請下 就製作了言論自由課題的工作址 和教案 早在反修例之前的2019年3月 就已經用了這張涉事的工作址 來教學生 職堂也都完成了教學 一直都相安無事 享放完暑假之後的2019年9月 校方就突然之間說收到投訴 要著手調查 調查結果就是什麼 就是認為在半年之前 已經完成的教學的教材 並沒有涉及所謂的播毒 於是沒有對這個教師作出處分 但是教育局就說不滿意校方的報告 在今年3月 再次要求校方提交多一份調查報告 校方在訪問完學生和家長以後 都不覺得有任何問題 於是調查報告就維持原有的結論 不處分任何教師 再後來教育局就使人去到學校作出抽樣的調查 問一下學生 究竟有沒有教師教過你港獨 學生就說 有學過關於言論自由的東西 也都不贊成港獨 到了6月的時候 學校有6名教職員包括校長 科主任和副校長等等 被告知投訴就是初步成立 及後5人都收到教育局的譴責和警告信 而製作這份教材的教師就被釘牌 取消註冊 而教育局由頭到尾都沒有跟這位被釘牌的教師會面 或者是聽他的申訴 這件事件究竟哪一個版本才是真 現在就傳出了這個版本 教育局有必要出來 再回應一下 再解釋一下 究竟為什麼人家會有這些指控 究竟是人家無宗生有來對他冤禮 還是你交代的時候 根本上言不由衷 沒有把這個部分說出來 一定要講清講楚 現在你說這個教師去播讀 你又將他釘牌 第二天你又說教師不知播什麼 你又可以將他釘牌 這個教師到底他的工作址是怎樣寫的 教小學生港獨 你拿一些教材真實的東西出來 沒有的 你只是在這裏大隻講 拿出來看就大家一清二楚 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 還有教育工作者最大的工會就是教協 到底教協在這件事上有什麼取態 會有什麼行動來回應 還是只是發聲明很無力的那一隻 教協一定是要做一些事 今天動作你一個教師 可以將他這樣釘牌 他一招難保哪一個教師看不順眼 看不過眼 又會受到同一個對待 無日無知的這些事 開了個先例 而且對於教師的心理質素本身 都構成了極之壞的影響 他們分分鐘就不敢說話 會自我審查 因為方柱一說完不知道什麼 或者在Facebook 在Instagram 說錯一句 就會被人釘牌 當然是不說 為了保住飯碗 人之常情可以理解 但是 究竟教協會做什麼呢 這次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